飘移角度超过35度且回落至50度以内时可以获得小喷 各种飘移后都可使用此技巧 用于飘移之后获得短时间内强力的提速效果 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操作步骤 同时按下方向键和飘移键开始飘移 飘移角度已超过35度开始回拉角度至50度内按下反方向键 飘移角度已拉回至50度内按下小喷键 飘移是通过牺牲赛车速度来获得集气与极强转向能力的技巧 根据飘移损失的速度正底获得集气 赛车进入极强转向能力状态 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操作步骤 同时按下方向键和飘移键开始飘移 方向键按住不松即可维持飘移状态 双喷及飘移后使用两次小喷 在各种弯道飘移后都可以使用 用来快速提高车速减少飘移带来的速度损失 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操作步骤 按下右键和飘移键进入飘移 飘移到合适位置开始拉车头 按下左键保持飘移键不松 小喷键亮起时松开飘移键点击小喷键 再次点击小喷键触发双喷 抬头喷及直道上使用氮气后 立即点击刹车键抬起车头加速 适用于更快速通过短直道 紧急超车和终点前冲刺 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操作步骤 先点击氮气键进入氮气喷射 在氮气喷射后 立即点击刹车键触发抬头喷 叠喷是在小喷或氮气持续期间 使用氮气或小喷 达到合成氮气与小喷效果的技巧 小喷和氮气按照一定组合 形成各类叠喷 叠喷同时享受氮气与小喷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操作步骤 通过挑移获得小喷后 按下小喷键 在小喷持续期间释放氮气 可以形成WC叠喷 按下氮气键 在WC叠喷持续期间释放小喷 可以形成WCW叠喷 按下小喷键 断位飘移 是在飘移即将结束 处于出弯阶段时 通过再次点击飘移键 加快车头朝出弯方向摆正的技巧 适用于需要快速拉正车头的弯道 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操作步骤 按下右键 轻点飘移键 注意飘移键按下后立即松开 飘移到合适角度后 先按下左键 再轻点两次飘移键 第二次飘移键按下后松开左键 WCW喷即飘移后 在双喷使用间隙中插入使用氮气 适用于本次飘移能挤满一个氮气的情况 加速效果便弱于CWW喷 但持续时间比CWW长 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操作步骤 按下右键和飘移键 进入飘移 飘移到合适位置 开始拉车头 按下左键 保持飘移键不松 小喷键亮起时 点击小喷键 获得氮气 获得氮气时按下氮气键并滑至小喷键 触发WCW喷 断位双喷 即飘移后通过断位 迅速将车头拉正 再衔接双喷 适用于直到上集气 或者速度过低需要提速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操作步骤 按下左键和飘移键 进入飘移 飘移到合适角度后 按下右键和飘移键 开始反向飘移 车头快拉正时 松开右键和飘移键 点击小喷键 再次点击小喷键 触发断位双喷 CWW喷 即飘移后先使用氮气 立即再使用双喷 适用于飘移前就有个氮气的情况 加速效果最强 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操作步骤 按下右键和飘移键 进入飘移 飘移到合适位置 开始拉车头 按下左键 保持飘移键不松 小喷键亮起时 松开飘移键 按下氮气键 并滑至小喷键 再次点击小喷键 触发CWW喷 停止飘移 即飘移过程中按刹车键 使得轨迹向后拖 可避免飘移过程中撞到内弯 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操作步骤 按下右键和飘移键 进入飘移 前方即将撞到内弯 该使用停滞飘移了 松开右键 按下刹车键 碰撞已经避免 可以松开刹车键了 最佳CWW是在CWW喷过程中 控制第二次点击小喷键的时间 以达到CWW最高速度的技巧 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操作步骤 前方进入U弯 看详细操作步骤 先按下飘移键 再轻点两次右键 注意第二次按住不松 撞后点喷 即撞墙或被人侧撞后 立即小飘移触发小喷 用于撞后快速恢复速度 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操作步骤 车头侧面撞墙产生侧滑 该使用撞后点喷了 按下右键 轻点飘移键 注意飘移键按下后立刻松开 小喷键亮起时 点击小喷键 直脚弯甩尾 是利用甩尾飘移触发时的 向内弯额外推进力 来高速通过直脚弯的技巧 是最快的通过直脚弯与弥形弯的技巧 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操作步骤 先按下飘移键 再双击方向键并保持按下 飘移到合适的角度后 松开方向键与飘移键 侧身飘移 是使得刚进飘移的轨迹 向外侧偏移的技巧 可避免飘移撞到内弯 常用于车头朝向不佳 直接飘移会撞内弯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操作步骤 先按下飘移键 再按下右键并滑至左键 已到达合适的位置 可进入正常飘移了 飘移键不松 按下右键 小飘双喷 是飘移角度处于30度到50度之间时 松手免去角度回落 直接触发小喷的技巧 是练习进阶弹气出弯的手感的前置技巧 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操作步骤 同时按下方向键和飘移键 开始飘移 飘移角度处于30度至50度之间时 松手松开方向键与飘移键 按下小喷键两次 快速出弯 可使飘移提前结束 适合在紧密衔接的连续弯道上使用 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操作步骤 按下右键和飘移键 进入飘移 飘移角度合适 准备快速出弯了 先松开右键 再轻点两次飘移键 氮气延续 是在氮气效果即将结束时 使用小喷延长氮气持续时间 至小喷结束的技巧 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操作步骤 使用氮气进入氮气加速的状态 小喷键亮起后不要着急按下 将小喷流到氮气将要结束时使用 在氮气将要结束时按下小喷键 延续氮气至小喷结束 在延续后的氮气将要结束时 再次按下小喷键 再次延续氮气至小喷结束 后续保持小喷节奏 在小喷即将结束时按下一个小喷 持续氮气延续 进阶段气出弯 是在能达到CWW极限速度的前提下 通过入弯时 小飘出小喷 将CWW喷使用时机提前 从而更快出弯的技巧 适用于飘移前就有一个氮气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操作步骤 按下右键和飘移键 进入飘移 飘移到45度左右 同时松开双手 小喷键亮起 此时不要使用小喷 松手较短时间后 再次按下右键和飘移键 车辆已到适合出弯位置 注意 本次飘移时间要短 确保此时小喷还在亮起状态 按下氮气键并滑至小喷键 再次点击小喷键 触发CWW喷 重刹断氮 是在氮气释放过程中 快速点击两次刹车键 使氮气中断释放的技巧 适用于飘移过程中 需要中断上次释放的氮气 并使用新的氮气 组成CWW喷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操作步骤 飘移到合适位置 需要中断上次释放的氮气 快速轻点两次刹车键 触发重刹断氮后 继继继继续进行初安CWW喷操作 快速初安卡器 是使用小角度飘移 兑换一小部分速度为集气后 快速切断飘移 恢复速度的技巧 用于损失少量速度的情况下 获得少量集气 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操作步骤 同时按下方向键和飘移键 开始飘移 获得一定量集气后 需要迅速退出飘移状态 先松开方向键 在双击飘移键后松手 WCWW喷 是在腾空落地后先飘移 再使用落地喷 并马上使用CWW喷的技巧 适用于落地后 需要立即飘移的弯道 能够达到比CWW喷 更高的出弯速度 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操作步骤 车子落地后 不要立即使用落地喷 按下右键 并轻点飘移键进入飘移 飘移到适合角度后 按下小喷键 使用落地喷 并马上滑向飘移键 再沿飘移键 淡气键 小喷键的顺序 依次滑动手指 再次点击小喷键 触发WCWW喷 弹射甩尾 是在使用甩尾飘移时 精细控制两次方向键 点击的时机和时长 使出弯时 车头迅速向内偏移 并提高出弯速度的技巧 适用于大多数直角弯道 和V型弯道 弹射甩尾 对比甩尾飘移 出弯时 轨迹迅速朝内侧偏移 并且出弯速度更高 接下来 我们来看详细操作步骤 先按下飘移键后 再轻点两次右键 注意 第一次右键按下后 立即松开 并马上第二次按下右键 第二次右键按住 约0.4秒后松开 使得车头朝向 与飘移轨迹夹角 约52度左右 下车头朝向 7.四攇井 以上 4.四慢慢代 1Theyinations 3.四千切 5.四千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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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specific 在二千切 3.四千切 中文字幕 李宗盛 2 2 2 3 3 4 4 5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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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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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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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1 10 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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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